大家好可能很多话有在夏季养这个多肉的时候会发现多肉的叶片出现化水的情况 那么多肉叶片为什么在夏季这么容易出现化水的情况呢 那么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温度太高导致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夏季呢温度特别的高 因为温度特别高 后来他会把这个多肉叶片里面这个纯水细胞给占破了 占破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这个化水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夏季养多肉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给他进行这个适当的降温 一定不能够放在这个高温而且强光曝晒的地方养护 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呢浇水的时候浇多了 那么盆土里面的水浇多了 再加上白天的话呢这个多肉啊 他会关闭这个气孔 那么这个水无法蒸发出去 他再遇上这个高温的话呢 就容易涨破这个细胞壁就会出现化水的情况 所以我们夏季浇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浇太多 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傍晚的时候 给他溜边浇一圈都可以了 浇太多的话呢对他的生长不利 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多肉出现了这个黑腹病 多肉出现黑腹病呢叶片也会出现一个化水的情况 而且首先是靠近根部的这个叶片开始化水 碰一下来就会掉落了 那么他慢慢慢慢的会蔓延到你整个植株 导致整个植株全部出现化水叶片脱落的情况 所以我们夏季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保证环境的通风 一定要给他定期做这个杀菌处理杀菌处理的话就是要定期给他喷洒一些杀菌药 比如蛋神猛星或多菌磷都可以 或者是如果大家是放在室内养殖的不适合喷洒杀菌药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颗粒型的杀菌药也可以这种小粉药直接撒一点到喷涂里面就可以了 像我这篇文化呢现在是散上这个小粉药 那么他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发生病害的这种症状 而且呢长得还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季多入特别容易化水的三个原因 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